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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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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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当我对共产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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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大规模 既是独裁政权 那么他应该或者需要能够做些什么 他有三个选项 第一他是依附于中共投身并维护现行体制 第二他就是从事反对运动 推动政局变化 第三 置身室外专注于自己的职业或者专业 等待变局来到的时候高姿态转入正确 一年半过去了 中共对于民间的运动压制更加残酷 那么对于我而言 那么上述问题答案也就更加清楚 那就是坚持反对运动 面对独裁专制的中共政权 做反对派投身反对运动 是一件当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尤其是这条道路是艰辛 孤独甚至漫长的 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可以形成 见到一个可积累的效果 也很难影响到一个在中国大陆 或者更大范围内的全体 但是这种对于专制政权的根本质疑 根本挑战 对于公民权利和民主政治的 根本坚持和根本追求 却拥有极其珍贵的道义资源 在大变局到来的时候 自然就会为那些人们所寻求 坚持而非逃避 这是我的立场 这也是全美学自联 在过去27年来一贯坚持的立场 我为加入这个团队要自豪 我也感谢大家 今天能来到这里 和全自联一起表达对六四遇难者 真诚的哀悼和追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